2020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记一辈子的一年 全世界各国的政府把自己的公民关在自己的家里面 不让他们出来工作 给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政策 学校停摆 教会停摆 旅游停摆 全世界都停摆 而且自我感觉良好了一整年 两年了 不只是这样各国的政府还非法的执行各式各样的法律 透过行政命令来逼迫人一定要服从 只要不服从就拿着枪逼着你 不然你就要进监狱 不然就是一枪打死 就像澳洲跟纽西兰当时出动政报警察 直接对着示威民众开枪一样 虽然是橡胶子弹啊 CNN还在那边说好棒 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右派的极端分子 Vaccine Denier 说真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格说 什么中国大白有多可怕 我们的政府西方的政府澳洲纽西兰 还有加拿大政府也一样可怕 甚至更可怕 逼着我们戴口罩 逼着我们社交距离 逼着我们放弃传统感恩节圣诞节 逼着我们的小孩在家里面待着没有朋友 逼着我们的老人在医院里孤单的死去 就算是这个样子 这些COVID的规定已经慢慢不见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还是活在这个阴影当中 有非常多的人从社会当中脱节 他们回到家里并不想要从COVID的疫情走出来 上个星期有一个推文爆红了 这个推文是来自于 Matt Stoller 他说 我从右派那些小公司的老板那边听到 很多员工就直接不来上班了 我也从左派大学教授那边听说 很多学生就直接不来上课了 这样的情形比COVID的时候还要糟糕 真的是有些问题了 第二个推文他回到说 教会的出息率降低 犯罪率增加 劳工就职率低落 生命周期降低 吸毒过量案件升高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绝对不会是好事 那他的内容跟实际的数据其实是吻合的 华尔街日报上面写说 星期五的时候劳动部公布了11月的就业报告 并没有让美联储的反通货膨胀的这个目标 变得更轻松 工作岗位增加以及薪水的成长 但是显示劳工还是积极度不足 以及通货膨胀还是太高了 这个除了在矽谷有大量的企业开除他们的员工以外 还是有非常多的企业试图雇佣新的员工 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是找不到足够的员工 来维持他们的公司 这不只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婴儿潮的人选择退休 或者是即将退休 25岁到54岁的男性劳工就业率从89.3%降到了88.4% 这个数字是还在疫情之前 这个数字差距最大的就是在年轻的男性身上 2020年1月20岁到24岁的男性的就职率下降了1.7% 对上45岁到54岁的男性只下降了0.5% 那这边你可能会觉得就是1.7好像也没有很多啊 对不对 这个数字好像还好啊 但是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这个数字是两年就降低了1.7% 而且全美的1.7% 这个20岁到24岁的男性 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这表示劳工不足其实显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而且不只是在年轻男性而已 是所有的族群就业率都下降 而且这个情形基本上是会持续的 根据Fortune Magazine的报导 Fortune杂志的报导 我们现在经历的只是就业率低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人口负成长 堕胎率这么高 公司找不到工人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现在的人不只是拒绝上班 他们还拒绝结婚 拒绝组成家庭 拒绝排斥生小孩 去教会的人变少 不只是教会 而是所有宗教的参与人数都变少了 美国一切好像都在走下坡一样 那在走上坡的呢就是什么 吸毒过量的人啊 自杀的人 暴力犯罪的人 这些正在急速的上升 所以我们的社会的确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们跟世界政府要的一样 正在一步一步 自愿的走进单人的这个胶囊里面生活 很多的人离开了我们的社会 而且使用的方法不是像我们能想到的那个样 就是什么跑到树林里面 然后当个野人 然后在山里面 当个仙人或是和尚之类的 或是跟我一样想要做什么 去Wyoming搞一块地 自给自足 然后自己生活那一种 那种生活还是算是一个比较 好的与世隔离的方式 比较有意义 比较有目标的与世隔离 但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离开社会的人 不是拿着把枪去森林里面打猎 然后自己种植食物 他们还是在家里 或是在别人家 更有可能的是住在自己妈妈家里 享受着现在社会所有的成果 看电视 刷手机 上网 叫外卖 打电动 这些人没有参与在社会里面 而且没有对社会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 使用着社会的资源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 离开社会的人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就是COVID的封锁 那的确COVID是有助长这个样子丧失斗志的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接下来会继续堕落 我们某层面上面都可以怪到COVID上面 因为COVID真的就是一个改变了全世界的一个事件 COVID发生了之后一切都变得跟原本不太一样了 全面封锁的确打到了一个全面打击斗志的效果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就是绝大多数的我们都被冠上了一个封号 叫做没有绝对需要的人 non-essential不只是只有我们的工作而已 而是我们全部的人生绝大多数都被说成是没有必要的 non-essential 我们在家以外所有的活动都被说成是non-essential 我们被告知工作是没有必要的 上学是没有必要的 去教会是没有必要的 带着小孩去公园散步看着他们玩陪着他们长大是没有必要的 去海边是没有必要的 跟家人在节日聚餐一起度过这些传统的节日是没有必要的 就连你奶奶在病床上病死的那段期间 陪她走完那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也是没有必要的 在路上看到别人的脸是没有必要的 他们看到你的脸也是没有必要的 其中一个造成我们丧失斗志的原因 就是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把COVID的经历看得非常的重 把这个疫情是怎么生活的 活得淋漓尽致刻骨铭心 就算现在大部分的人已经从疫情当中回到社会了 但是他们还是把疫情的这个信念跟生活模式存在了自己的脑子里 告诉自己说这一切都不重要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们只要可以继续呼吸就可以了 只要他们可以继续有东西吃有地方住 然后呢那边有一个萤幕可以一直在那边播放他们洗脑的娱乐 只要这样子生活就好了 只要这样子生活就应该要满足了 然后如果有一天那样子的生活没办法再让你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可以跟加拿大一样 你可以去加拿大 他们会给你安乐死 让你不用这个样子活着 这就表示 我们人类 经过了COVID这个人造的疫情之后 我们学到了一堆错误的东西 一堆错误的讯息 COVID这一个暂停一切干扰的机会 原本是可以让我们重新有机会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 让我们探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还有在家里建立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培养更好的习惯 读圣经 了解道德 让我们透过两年的休息 让我们或许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跟家庭变得更好 变得更有意义 更定义 更命定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更认识自己的时候 或许我们真的有一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但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并没有这样做 绝大多数的人透过疫情得到的反而是 掌权者高高在上的发号司令 给了执政机构更多的权利去做某些事情 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认为说 我们的人生是不需要有意义的 不需要有命定的 不需要快乐的 我们不需要其他人 我们不需要维持跟其他人的关系 我们不需要家庭 我们只需要四个墙壁 还有一个可以让我一直分心的科技产品就够了 只要一只手机就够了 但是我们没办法忽略的就是 刚刚我们说的这一切 其实在COVID出现前 或是在疫情出现前就已经发生了 就已经很严重了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 这个疫情并没有创造这些社会问题 这些丧失斗志丧失人生意义的情况 而是扩大加强 而且给了一个当废人完美的借口 还有一个实习吧 如果没有COVID的话 我们有一天还是有可能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只是可能要多等个五年或者是十年 所以这个丧失斗志的根源是什么 这个丧志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的社会过去这几年 只学到这个丧志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想法是我们从出生开始 就不断帮我们洗脑这个东西 这个丧志的文化是从从小就开始接受的 一直到学校一直到职场 我们的小孩也在接受同样的文化 这个思想这个主义叫做Nihilism 中文叫做虚无主义 是一个哲学的观点 特别是像佛学在强调的 就是佛教文化的观点 如果有人在认为说我是在吐槽佛教的话 欢迎各位自己去找 或者是问你身边的大师 或者是和尚他们的想法 Or you can google it 这个主义拒绝人类的存在意义的观点 例如客观真理 知识 道德 价值观的意思 意思就是人类的价值观是毫无根据的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知识或者是某些实体不存在 反正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不努力工作 不为了正义做事 不选择突破自己的困境 认为说船道桥头自然值 如果没有值的话其实也没关系 世界还是会继续转 世界没有我还是会继续转 还记得我们以前的影片提到什么 那个quiet quitting 还有act your wage的文化吗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问题不只是那些没有去上班的人 还有很多人他们是去上班的 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工作 那些人不打算结婚 不打算建造家庭 他们浪费了他们一生 只盯着他的手机在那边看 因为所有事情对他们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们只是在杀时间 杀到他们死掉的那一刻为止而已 他们把生命看成是一个放置区 或者是等候区 就在那个地方一直滑手机 一直等到死亡 叫他们的生命 他们就去了而已 跟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那边摆烂等的话 是等在什么 耶稣的荣耀啊 神的大能啊 回天家 等待他们的事 或是他们在等待的事 无限的空虚 无限的虚无 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 但是他们就愿意在那个地方继续等 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是从虚无来的 生命过后也会回到虚无 那这就表示他们现在的情况 其实也是一个虚无的状态 然后虚无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什么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机会 把握当下的享乐 满足自己的欲望 成就自己的自恋 我们一开始讲到我们的文化 全部都在沉沦当中 除了自杀率 还有这个吸毒过量 另外一个暴涨的东西 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LGBTQ的这个成员的人 因为这些人没办法用真理找到自我 他们就只能用他们的信誉 来成就自我 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好了 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 他们的人生没有意义 他们也不能给予社会什么东西 而且也没有目标跟目的 所以他们就只要拿着自己的手机一直刷 然后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 让自己不断的分心 直到生命的火洗命的那一天 我认为很多的人认为这样的人生 他们就满足了 平平淡淡才是真 平平安安才是福 就算他们没有被这样的生活满足 他们也对这样的生活妥协了 一个没有意义虚无的人生 那我们该怎么做 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除了一个就是彻底的属灵上面的更新 我们花了太多时间站在这个腐烂的文化旁边 跳舞 唱歌 祷告 以为自己圣灵充满 然后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要跟这个腐烂的黑暗的深渊 直接正面对决 我们要面对这些恶心 然后没有人想要讨论 连教会都没有在教导的东西 我们害怕这个 害怕那个 害怕年轻人离开教会 害怕教会里面流失人 奉献不够 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个黑暗的 视力的核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里面根本就没有核心 这个黑暗本身就是一个空心的 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深渊 需要被填满 需要被什么东西填满 那那个什么东西是什么 就是事实 爱 道路 真理 就是信仰 这个世界的深渊 只有神才可以填满 不管是脱离皇家贵族 想要得到人气 然后想要得到认可 但是永远不满足的受害者夫妻 还是以为只要可以掌控权力 就可以为所欲为 随便定罪川普 就算找不到理由定罪 还是可以自我满足的美国左派 还是我们自我放弃 自我啃食 自我堕落的人生 甚至我们软弱的教会 软弱的牧者 只为了讨好信徒 不敢讲真理 而且还接受世俗的价值观 带着人走进地狱的那些教会 不管你是在哪里看到我们的节目的 在美国 加拿大 台湾 香港 中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日本 全部都有人 甚至教会 基督徒 彻底的丧失了这个斗志的情形 只有神 只有圣经 只有耶稣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重新毁到钢墙 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 而且发现敌人没有任何的力量 只是一个空心的指老虎 这个就是我们AI News的使命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影片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找到耶稣 还有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 丰盛的生命 开头的时候 我讲到我的牧师那时候跟我说 你是谁 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很生气挂完电话之后 我想了一整天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 我们两个大男人在电话上面 痛哭 我痛哭 他也在哭 因为我跟他讲了之后 他也在哭 因为我承认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我不知道我自己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存在 我的内心被黑暗空虚充满着 而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才知道 只有神才可以真正的医治我 只有神才可以给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因为这个感觉太好了 这个想法太好 让我人生变得好有意义 我才会想要开一个频道 专门帮助像我这个样子的人 神可以拯救像我这样子一个烂人 神也一定可以拯救这个腐败黑暗的世界 而且只有神才可以填满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空虚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